人体中有70%是水组成,一旦丧失10%水分,身体即会感到不适。 耳朵喝水不仅可以抗老,加速新陈代谢,让血管更健康,也可以提升抵抗力,可说是益处很多。 但你真的知道怎么正确喝水吗?以下有三种错误的喝水观念与五个喝水好时机,一起来看看有没有做对吧。 据ATFaz Heiland报道,第一点,养生喝热水,如果喝过热的水,其实是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 一般而言,10-40度的水喝起来最为舒适,而外国研究显示,若是喝6-5度以上的水,会造成消化粘膜造成热损伤,反复的热损伤则会使细胞增生速度加快,造成细胞病变,从而增加罹患时到癌的风险。 第二点,吃饭别喝水,其实只要肠胃健康的人,吃饭时喝水不会造成消化不良,但要注意的是小朋友因为胃容量较小,所以如果边吃饭喝水,可能会影响正餐的进食。 但喝一小口水,是不会对身体产生负担的。 第三点,口渴才喝水,总是口渴才喝水的人要注意了。 若是口渴才想到要喝水,其实已经太晚了,因为口渴是脱水的执照。 我们应该以一天200毫升为目的,少量多次的喝水,想到时就一小口一小口的喝。 也不要因为口渴就在短时间内狂灌水,这也会造成身体很大的负担。 既然不要口渴再喝水,那要什么时候喝水呢? 营养师Ricky's Time透露,有五个时机点适合补充水分,记得喝一杯250毫升的水。 首先是早上起床,因为整晚都没喝水,起床后上厕所也会流失水分。 是适合补水的时机,再来是上完厕所,因为上完厕所会流失水分。 第三是出门之前,尤其在夏季高温下,容易流得满身大汗,身体也容易流失水分,所以可以在出门前来一杯水。 是意图来源,联合棒。 第四是离开座位时,经常需要久坐办公室的人,可以趁着起身的时候养成喝一杯水的习惯。 最后是进食之前,要吃东西之前先喝一杯水,可以增加饱足感,避免吃下过多食物。 看完以上几点,你平常有正确喝水吗?现在才知道也不算迟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